今天天气好晴朗 处处好风光 我们要出去郊游了 接下来这两天将会 风餐露宿 这是吃的 那这就是住的 复发前 先过来填饱个肚子 哎呦走过了 到了九龙宾室 山姆的最爱 不对这个才是山姆的最爱 有毒饭饱我们现在正式出发 我们经过开了一个半小时吧 到了这个玫瑰花园 这个就是玫瑰花园的一个小地图 岔子 鲜红 花的世界 花的海洋 每一种玫瑰下边它都会写叫什么名字 沙排鸡 erson 有了花 好好看哦这个花 这真的好好看 看王女士躺在那边特别的舒服 我们在车后面支了一个小台子 我们简单的设备就搭好了 两个椅子 一个小桌子 用车的后备箱坐一下 那个盗篷的顶 这个是冰箱 不是带电的 上面是各种衣服 餐具 卡式炉啊什么的 然后里面是还没有整理的船铺 家里的老黄牛开始做咖啡了 老沙窗 有孤独的沙窗 我们家 劳动人民的智慧 笨的灵状 笨的灵状 也是用了很多个家子是吗 这个是这个营地 有的一些娱乐项目 雷尔泰克是什么呀 雷尔泰克 什么游戏是吧 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黄金座架 哎呦这个Luxury的咯 奢华感 好酷哦 哎呦 给你飘移呢 我们这一站来到的是 嗯 方圈三层 方圈三层 那是啥呢 嗯 蹬起来累不累啊 蛮累的 是吗 这个给小孩设计的 就是你看这个腿就很容易磕到 嗯 然后感觉是给小孩设计 嗯 五颜六色的 还有狗狗 来吧 哎呦这还有熟悉熟悉 屎坑 田屎坑 左边左那是那是给人的吗 对啊 小帐篷啊 这一般出去徒步都是这种小帐篷 我感觉是给狗狗的 那种帐篷都是要车载的 哎这带狗带小孩就太爽了啊 住这种cavins里边 哎应该这个这个开边还有个落地窗 是不是 开边其实也还好 就做四个人一百多刀 嗯 很划算 哦这边都是落地窗 然后就是在公园 带玩的 嗯 这个玩的算是很好了 对吧 有什么水上乐园 还有什么mini golf laser tag 费货就专门搞的这种东西 嗯 这个他这个叫什么 Holiday主题嘛 对啊 好我们今天来乘坐王师傅的这个 我可以坐上去吗 你先自己骑一会儿 老婆你的那个衣服 左边的衣服 哎呦都蹭脏了 全部蹭在轮胎上 房车的展示区 哦还有价格 嗯 喜欢吗 嗯 嗯 哦 好大啊 我以为睡是在外边睡的 还蛮宽敞的 而且冰箱也很大 嗯 咱们之前那个房车冰箱很小很小 咱们之前这个是脱脱的 这沙发区休息区也好大 这个沙发我觉得能坐10个人 12个人 里面的边上都有那个支架 有一个盆出来 上面这个 嗯 基本上每个都有 这真大 里边有人没没人吧 再进去看一看 比较一下 这个是5万多的 哎 其实我更喜欢这个的一些布局 哎 就是 之前的那个卧室连的厕所 这个是分开的 就是右边 上来右边是卫生间 对 那个就感觉有好多个房间 对 对 嗯 这感觉很舒适 就是你在这种地方 你住个一周两周 我觉得都是ok的 不会觉得很局促 这个台队就是那种 像不反一样的 进去 沙发 这种地方 还能付 iy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 刚才那个鸟飞着像在水上扔石头 就在抠胸脯这几个 这个单腿立着这个 睡觉的还蛮优雅 这个大哥盛情邀请我 亲吻他的脚 想要先脚 后边那个大哥在抠鸽着窝 头都埋进去了 可还行 嗯 嗯 在营地的第一顿 提前做好的米饭跟咖喱牛肉 然后刚才在营地的厨房炒了个西兰花 来吧 展示 风餐露宿 许老板自制的 哎呦 纱窗 又搞上了这个纱窗 是不是又掉下来了 许老板自制的 叫什么窗帘吗 是拿厨房纸贴的一个那种做手杖的胶带 然后在开妈买的这个床垫 哎 这个我不太懂 哈哈哈 有点搞笑啊 哈哈哈 我们准备出发了 昨天晚上在车上睡了一晚 我觉得还行 许老板觉得腰特别疼 因为很硬 现在大家都准备收拾收拾 还是 离开这个营地 小圈是30分钟 小圈30分钟 然后从这个走来这儿是30分钟 哦 那咱们可不可以就是 从这边然后抖下来再走回来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森林公园 那这是一个小路 这里都是蕨类植物 英文叫Fern 这个地方是Fern咖喱 大家可以看有这种很高的 像树一样的 这个也是Fern 还有这儿 矮矮的直接长地上的蕨类植物 以前在树上经常听说蕨类植物 我一直以为是那种 像野菜一样的吃的 没想到长这么大 我们来到大西瓜 来买蔬菜跟水果 人超多 周末人超多 队伍已经排到外边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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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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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